大家早安 我是主播狂人 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西即將外交部發言人趙地堅表示 如果他敢去 拭目以待 解放軍已經準備好 絕對沒有好下場 一拳超人最近出的角色越來越奇怪了 今天的節目馬上開始囉 其實有的時候我越來越不喜歡政客了 每天在這邊講什麼玩不玩 火火有什麼好不好下場 好累啊 我們好好打遊戲好不好啊 前面就讓我當一下主播 好囉馬上開始今天的節目 今天要給大家介紹一下 有觀眾要我講解一下這一整年一拳人 不是一拳人 是一拳超人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從這頭阿修羅開始說起好了 阿修羅也出一陣子了嘛 是吧 當初你們看到阿修羅很多人很喜歡 那是因為他是一個新的型態 那個時候我也告訴自己 這太棒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角色 好帥氣啊 我一定要擁有他 所以很多玩家90%以上 每一個都有一隻阿修羅 後來看到許譜之後 我就想一下 為什麼許譜 進化了好像沒有差多少 後來又想到龍卷 跟覺醒龍卷也是這樣 旁邊多幾個陨石 我說服自己 這一拳超人應該是很用心 結果我們又等到了下個月下下個月看到了原子武士 這個是第一個版本的 好 那我們打一場戰鬥 你來看一下吼 把原子武士加了暴走 到了這個月啊 我還是覺得可以接受啦 有人說他長得很像 你們覺得咧 我們來對比一下吼 他暴走了 因為暴走了舊版的會有一個姿勢 這裏做比對一下 我覺得這個勉強通關啦 不要太苛求啦 有點像沒有錯 那至於大球眼呢 我們先試圖改變一下姿勢 改成可能做沙發的姿勢 這個是他做沙發的樣子 說真的 有一點像啦 但是也還可以接受啦 對不對 那我幫你換幾個沙發好了 這個是以後 第三代的大球眼 這個可能是第四代的 哎呦你做這個好醜啊 給你第五代 還是太醜啦 來一個高檔的沙發 第六代的 保證看起來多大氣 哎呀第七代也是帥氣啊 第八代 還可以啦 OK那介紹下一隻角色 深海王啊 深海王就不用介紹了 很多玩家都反應了嘛 因為就看過了嘛 是不是 在王者挑戰就看過他了 所以這隻角色出來的時候 多數玩家一點經驗都沒有 因為他已經知道深海王 覺醒是長這個樣子啦 好了我們再看下一隻 這邊波羅斯的時候 很多玩家也不是很經驗 在主線的關卡 在主線的關卡就已經能夠看到 波羅斯第18關的劇情 當然還有一個重點 這是二代的嘛 黃人每次直播都會放一個三代的 所以你們不要懷疑啊 三代波羅斯出來的時候 絕對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你不會有任何驚喜 你甚至在活動界面會看到這個樣子 你不要感到任何意外 我們看下一隻 我們來看一下King 旧版的King 就好像是換了一個衣服 這個特效是我有史以來 非常不滿意的一個 這幹什麼 就像這樣子是不是 就好像是這樣 也可以像是這樣子 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一個光芒嘛 好啦 我們再看下一隻 這個我也有話要說 有人說銀牙兩個長的不一樣 其實你們看喔 我擺到前面 你們看的比較清楚 我們把旧版的放上來 你會發現新版的 就是把手抬起來 像在復健一樣 你聽不懂沒關係 我擺二郎你就懂了 你看旧版的二郎啊 看新版的 兩個新版的二郎跟銀牙 是不是手勢很像啊 反正就是手勢舉起來 就說明他覺醒啦 你還是看不懂 你看球棒好不好 棒子舉起來就是覺醒啦 好了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隻 鳳凰男啊 這更不想介紹了 你要是視力不好跟我一樣 你根本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什麼事情 是哪個是覺醒的 哪個不是覺醒的 我還真的有的時候會看錯 剛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你的眼睛很好 放在一起一目了然 你看看這個是新的還舊的 你看出來了吧 右邊是新的嘛 但是兩個還是長得有點像對不對 在幹什麼啊 這個不正確 這隻角色不行啊 好了 那我最多意見的 當然就是豪傑啦 豪傑這隻角色根本是 好 我弄給你們看 我們到關卡 打一發豪傑拳 等一下戰鬥獲勝的時候 你們就會看看我想說些什麼了 豪傑拳 這個時候的豪傑我們非常喜歡 然後結束的時候 舊版的豪傑你看看 我不敢說多像啦 但是真的是夠像啊 這個畫面就已經有九十八像了 是不是 稍微把手的角度再調一下 再拿去復健一下 馬上看下一隻 閃光弗拉修的話也是一樣 像剛剛二郎一樣 他要戰鬥的時候 有沒有 有一方就會把劍給拿起來 有一個覺醒看到他沒有拿起來 覺醒之後就拿起來了 弟弟王的話也是不陌生 在剛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就看過他啦 所以在這個關卡 我們看到弟弟王誕生 也沒有特別驚艷 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長時間 很多玩家期待的角色 終究都是一場空 我們很期盼能看到一個新穎的角色 然後讓我們興奮一下 是不是沒有見過的嗎 有一點新鮮感嘛 遊戲都是老遊戲了 然後弟弟王完了 我再來跟大家介紹 我覺得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希望是不要啦 這個部分就僅供參考就好了 好了 戰鬥結束 我們來看一下 SSR舊版可能覺醒的角色 包括是驅動騎士 那驅動騎士戰鬥畫面的尾聲 這個是他現在的樣子 好了 去打一場戰鬥 他的尾聲啊 勝利的時候也有一個姿勢 但是我覺得驅動騎士下一個形態應該是騎馬 都沒人了你還在打 這什麼遊戲啊 有沒有看到左邊這個 你不要出來的時候長這個樣子啊 我很生氣我跟你講哦 你要騎這馬出來 觀眾就比較不會罵你了 好了 那麼你們看一下二郎 剛剛的嘛對不對 其實啊 這個早有先例了 像傑諾斯也是一樣 傑諾斯其實長得不像 還可以接受對不對 但也是一樣啊 就是手的變化特別大 就像二郎一樣 好像剛剛別的角色一樣 OK 那我希望官方 好比彈簧鬍子 你可以跟狂人一樣嘛 你做成這樣子 是不是 看起來不是很酷很炫嗎 我馬上刪絕啊 好啦 官方我幫你預測 黑光如果絕情 就是長這樣了啦 你不要騙我啦 反正就是這樣啦 那如果囚犯要絕情的話 他也是ASG英雄 我也幫你想好了啦 應該就是長這樣子的 沒有錯啦 我希望你看到這條影片 你趕快去改特效 拜託不要長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在玩這款遊戲 我不想吐槽官方啊 不然每次吐槽又很好笑 是不是 你的黑光一定是長那樣 你不要再這樣子啦 好不好 拜託 把一些新的角色 端出檯面 給他改的這個特效 帥一點啦 樣子是那樣就算啦 因為吼 我一想到 很多ASG英雄要絕情 腦子裡面就是這幾隻嘛 不外乎殭屍俠 還有這黑光也好 背心也好 你要絕情這些 就勢必 拜託 要跳出框架 要把特效給他做得美觀一點啦 我不希望下次我們拍影片的時候 這個囚犯真的是長這個樣子啊 好不好 好了 這頭阿修羅 你每次這麼硬幹什麼啊 這麼厲害啊 你就快要倒啦 還有三下 我是算命的 還有兩下 還有一下 你真的倒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我是狂人 有什麼事情可以留言 分享你的意見 我們明天再見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to power a day